好的 比赛就是这样 第一档起伏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的是 04号 红星登上 属于他的舞台 有请 红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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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红尘 来自江苏 长洲 从小学的时候开始 妈妈就送我去学习音乐 唱歌是妈妈的梦想 从那个时候开始 每天就要练声 练形体 这对于我来说 就是像必修课一样 每天都要完成 来参加这个比赛 也是妈妈坚持帮我报的名 我觉得你已经有 国际巨星的气质跟架子 其实开始我并不是那么有自信 是妈妈一路地陪伴着我 鼓励我 评委们也给了我很多的肯定 然后让我越来越有自信 直到杭州 十进六的那场比赛 我坚信冠军就是我的 这个声音不是在天上 而是在红尘凡间 它就是红尘 恭喜红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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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时刻准备着的红尘 为了妈妈的期盼 我来了 是的 在我们心中 它就是一颗红心 我们有请 零四号的红尘带来 空港 二三四号的红尘 画已经缠完 爱因风干 心不再摇晃 我早已存檔 谁在寂寞的空港 最粗证离去的航班 只能这样 想去你的印象 就没有遗憾 这次我很坚强 不再有幻想 你的梦不够宽敞 装不下我的泪两航 今夜我就要离港 你真的不必再勉强 我不会再有期望 今夜就要把你释放 这段月光 好像没有爱情的通告 独自疗伤 都值得却好好哭一场 不再迷惘 不再给你存有任何想象 没有你不会怎样 我把你遗忘 把你遗忘 把你遗忘 红尘你喜欢这个舞台吗 特别喜欢 我们一直期待着你在演唱时候 给我们那种震撼人心的东西 其实 我知道有一天 你会用你的个人的演唱会 让万人空想 但是在这之前 我必须要提醒你 我一直想告诉你的一句话 有时候 炫技 如同炫富一样 会让人反感 这首歌曲 你唱到我的骨头里去了 但是没有唱到我心里去 所以我想告诉你的是 有时候我们要降低 我们内心的欲望 这样我们才能够聆听到 我们内心自己的声音 然后 再去 用自己的声音打动别人 我期待着 你后面更加精彩的表现 红尘滚滚 红心闪闪 加油 谢谢老师 没事 别害怕 因为反正骨头离心也不远 对吧 再往里唱一点 就到心里 好 下面是我们这边 我们要请到的是 我们的网易的微博红人 我们的思思老师 来给我们点评一下 我今天穿得像一个豹子一样 是要想装作有气势 但是我刚才听到了 这个舞台上分明 有一个狮子王在那里 然后我觉得他的那个气势 并不是一种炫技 因为他唱出这个高音 獠牙般 狮子般 獠牙的高音之后 现场所有的观众们 都包以非常 发自内心的 掌声和震撼 对不对 所以 希望我们的狮子女王 能够更加加油 也希望小红帽文 能为她加油 好不好 好 好 现在评审老师有不同的意见了 武周童老师觉得你那个 聊亮的高音有点炫技 思思老师说 你高音一唱出来 全场的观众都很买账 所以你现在是不是比较喜欢 思思老师多一点 嗯 这 是的 是的 这么不会聊天呢 待会举牌的是他 我再问一次 你喜欢谁多一点 两个都喜欢 好了 武周童老师其实也是对你有期待 就是他觉得 你会唱这是肯定的 但会唱不等于 就是已经唱到一个极致了 我们也相信第一首歌 就想唱到心里 没有那么容易 从骨头里慢慢再渗透进 好不好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评委老师的意见 我们是从谁这边 先从小柯老师开始 请表态 没有慢就没有快 没有平静就没有激情 你高音很棒 注意低音 所以不好意思 没关系 来我们看看海权老师的意见 你在声音的爆发力的同时 希望让我们看到 你的眼神和表情 能够融入其一 而且你平常时候老是一个很淡定的表情 但不同的作品 一定要不同的状态去诠释 好不好 加油 好 请起 很好的鼓励 武周童老师 我们都特别喜欢你 我最了解红尘 因为从海权一直到现在 我一直注视着你 如果承受不了压力 你是无法去驾驭更大的舞台 其实你在我心里 永远都是最棒的 谢谢 老师爱之深 择之切 那我们谢谢老师 对我们选手提出非常高的要求 那所以呢 目前我们的红尘的结果是待定了 对不对 好 加油 谢谢老师 谢谢你 谢谢 好 与此同时 我建议现场的观众 不要忘记 目前心情非常忐忑的一位 也就是 本周小考 最后莫一名 然后一上来 就直接站到我们中级PK台的 郁佳丽 他一直在关注姐妹们的表现 然后等一下 他会在我们这一轮结束之后的 四位待定选手当中 选一位进行换位PK 我建议全场的观众 用掌声来给她加加油 好不好 一个孤独的女孩 加油了